外面环境诱惑的力量实在太大太大了 外有诱惑,内有烦恼 外面一淫,里面烦恼就发走了 马上就迷了 贪嗔痴慢疑就起来了 跟佛话就远了,距离越来越远了 距离六道轮回就越来越近了 还是继续各轮回 所以佛,学佛,要真正救佛 学佛不学尖叫,那怎么行呢 你怎么会救我 我们靠什么救 靠什么?语音离诱惑,就是靠尖叫 三天不听尖叫 你的心就动摇了 三十天不听尖叫 你的心摇摆就很厉害了 三个月不听尖叫,你就迷了 你可能已经倒到那边去了 你已经投降了 你已经远离佛法了 有人问我 你说佛为什么没有改变呢? 为什么没有受诱惑? 天天躲进 天天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 我的同学我一个也不认识 在卫星电视 在网络上 在网络上 我们心心相应 我们乐此不疲 这才能保住啊 你诱惑你的时候 我拿钱给你 我帮助你做好事 好事不如无事 这很重要 不是人家说 我有这个机会 我有才能帮助你的时候 马上就动摇了 那说不定是个仙坑的 吊子里都跑不出来 你这样做的时候 我欢喜 我希望你做 我不参与 希望你做成功 你护持散泡 功德无量 我这个一生 居无定所 没有到场 根本是释迦牟尼佛学的 我深深能够体会 佛陀这种修学的方法 能够保住自己的 亲併 能够不受欲 我从这里体会到 释迦牟尼佛 无尽地 恩德勒 他要不做这个事 我们身在末法时期 保不住自己 末法自私的时代 成就 因为 因为 佛报不如别人 智慧不如别人 得能不如别人 怎么成就 我们自己 对自己有信心 对自己有一点成就 就是相信 佛说的 是行是福 是行做福 我的信心 从这儿建立的 那么学在哪里学呢 向大自然学习 向一切众生 学习 只要我们有能力 辨别 善悟 辨别 真假 这就是大智慧 我们平起的标准 佛菩萨 圣贤人 教我们几句话 就够了 佛教给我们的 十三一道 我们把它看作 绝对标准 与十三相应的 我做 与十三相背的 我决定不做 我从这做起 佛教我们 柳和尽 这是我们于一切众生 特别是于一切人 往来要遵守的大原则 我们跟一切众生 和目相处 决定没有对立 没有怨恨 没有傲慢 没有基督 我们一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老老实实做一个 牺牲自己 奉献给别人 这是修大智慧 大佛德 他正干了 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 绝不能做伤害众生的事 伤害一个众生 都是无量罪业 何况伤害众多的众生 这个事怎么能做 养自己 纯善纯净的心 夜心求生 极乐世界 请尽阿弥陀佛 我们的愿望 主啊 其他没有愿望的 越老越坚定 六十多年没有动摇 老的时候 不可能再动摇了 越老越相信 信心非常坚定 为什么呢 这个发门的时候 一生带给我一生的喜乐 发喜充满了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物质生活需要很少 极建衣服就能穿几十年 我这几十年没做过衣服 都是人家送给我的 送了多少呢 大概我十辈子都穿不完 可以开户乱电了 我得找几个同修发发心 把我的衣服整理整理 留个几套留着其他的布施了 修大布施 那样样样都要写 写得干干净净的 善意一博 多么自在 多么潇洒 感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